我看到那个QQ群里 有人说话比较不友好 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冲出去和他妈一冲吗 把他踢了 自己退群 我想了想也想不出个结果了 我经常上QQ啊 因为我做那个视频的话 跟视频师傅他们沟通的话 都是在QQ上 QQ传文件 不是我拉踩 但是比微信不知好到哪里去了 在QQ以前我工作的时候 都是这样 大家都用QQ 传文件传图片啊 传一些乱七八糟大文件 几个记得都很方便 比微信好多了 而且微信有很多傻逼的地方 我就不说了 不行我得说一下 就有时候经常人家传你个文件 你没接收 比如说老板周三的时候 传你传你一个什么文件 你说改一下周一要 你说好的 然后你几天没去接收 等到想要在Deadline之前 改一下图 改一下进度的时候 再去点那个 点那个文件 已经过期了 我经常就 有时候来不及嘛 有时候拖延症 就敷衍人家 说哎 看了看了 我再想想吧 实际上还没看 我跟人家说我在考虑 实际上我还没有看文件 就那种 害怕面对工作的那种想法嘛 真的 当时我鼓起勇气 想要点开那个文件 仔细研究一下的时候 就过期了 这时候再找别人 要一份就很尴尬 而且那时候 很多时候是凌晨了 这都不是最 最微信最傻逼的地方 就更傻逼的是 它那个文件 只是你手机上 没有办法看 它其实是存在你手机里的 就它已经到你手机了 但是你不能看 它占用了你的手机空间 占用了你的电脑空间 但你没有办法查看 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就他妈傻逼 为什么有这种脑残的逻辑呢 因为小儿没嘛 红包和转账也会过期 对 有时候你 你矜持一下 那个钱就没了 开玩笑 24小时原路退回 是啊 我这都这么多年 退回了多少 一切都会过期 爱也会过期 恨 反而比较持久 人类真是一种可怕的生物 爱没有恨持久 欠条会不会过期 会过期 我不是就是有狗逼欠了我钱没还吗 然后我要去打官司找他要 就了解了一下这方面的那个 这方面的相关法律信息 欠债也是会过期的 同学们 画终点了敲黑板了 如果有人找你借了钱不还 这个事情是会过期的 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没找他要 有个有个时效 他找你借了借了一万块钱 对吧 然后你忘记了 然后二十年 也不说久了吧 就五年没找他要 那这个就自动过期了 好像是 但是如果说你要了 他没给 就不会过期 你得不停找他要 你比方说两千年 我们说个整数 两千年 他找你借了一万块 然后你五年之内也没找他要过 他也没说啥时候还 那这时候你告他 可能就法院不支持 但是如果说你没事 就起码每隔一个月 或者每隔一年 你说 求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你有这种证据 找他要了钱的 虽然他没还 那么你这个诉讼 就是有效的 你得找他要 你得找他还 一年为你求求你还给我吧 删了你也可以给他发呀 你有你有 比方说你有他的电话 你给他发条短信 他没回 那你发了吗 你给他打个电话 打不通 那你打了吗 你不能啥也不干 从现行角 那个法律角度来讲 就是说 人家拉黑你了 那你也给他发消息 证明是他拉黑我 不是我拉黑他 电话我也打过 打不通 那我也打了 星期欠钱怎么办 找他还呗 他不要脸 你不能不要钱啊 而且不是五年啊 是两三年啊 两年 或者三年吧 可能是两年 两年不找他要的 欠条上 写着十年以后还 那是他那就 那就没有失效啊 你如果说有欠条 然后上面写了 还款十线 那你就没有过期啊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说有时候 朋友之间或者亲戚之间 爱不开面子 就没有留下那种借条啊 或者说那种 那种 那种很 那种聊天记录啊 他就是说 哎呀我过阵子还你 就没有那种具体的 那种还款日期 那就是那就是你 你得找他要 哎呀欠钱是老大呀 为什么我欠银行钱 我不是老大呀 反思 之前是八千 哎呀他们都是那种 维稳的思路 之前那个 他每个月还八千 他还了 还了一年 然后就每个人就差不多 每个账户就还了差不多十万嘛 对吧 很多人就是买那个恒大理财 也就买了十来万 他就把大部分人就还完了 就是那种基数比较大的群体 就还完了 所以剩下剩下那些 他欠的又多的 人数又少的 他就他就摆烂了 对吧 他最开 最开始就是把人数众多 但是金额加起来不是很多的 都还了 就那种 然后剩下的就慢慢拿捏 剩下都是大头 然后人数又不是很多 这个思路 剪得多了 这招不错 你们觉得了 嗯 将来 让我们 Monet 我们把我们爱 ! 我们一起来 zaten